今天是我们来到老窝的第二天 在朗布拉邦 成功跟玛丽还有阿胖会师了 哎 这个玛丽 你见到里面了 谢谢你们来见我们 所以说现在要去他们家了 我们是昨天到的 也在这边算了一下 从前来说感觉这边就是一个低收入 但是消费也比较高的一个国家 也带大家浅浅的感受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老窝 朗布拉邦的一个夜市上 对 尝一下这个老窝啤酒 这么一大瓶的是和人民币10块钱 听朋友说这边的啤酒比较好喝 我先去买了杯果汁 这果汁也比较便宜 只喝下来人民币才6块6块钱 6块钱是重振的 红果汁 红水果炸的 红水果汁 鲜炸的 全都是水果做的 对 菜已经上齐了 我们今天5个人 烧烤大餐 肉比较多 都是什么牛肉啊 鸡肉啊 还有那个烤鱼 嗯 这个烤鱼呢是 折合下来不到30块钱人民币 对 5万吧 这个菜应该就是凉拌木瓜 还有这个是米粉 糯米饭 今天第一顿 把好吃的都点上了 哈哈 米饭 它这个米是成 烤一个 米饭 你要是入校随俗用手抓了 嗯 用手抓 蘸 蘸这个汁的 捏成蒜团 嗯 蘸点汁 这个味道还是比较不错的 没关系 原汁两万 能吃的习惯 烤肉一吃呢 八加一一喝 感觉也很美 是啊 咱们干个杯吧 干杯 老挝一块 这是啥肉 应该是牛肉吗 是吗 酥肉 酥肉 可以 这个不是先让吃过吗 早上跟我们住的这个 中国酒店的老板 一起来这个菜市场 办一张电话卡 不然也没有流量 现在我们俩跟着他一起去 喝一个老挝这边的一个冰咖啡 这么一大箱的冰块 看一下这个老挝冰咖啡是什么做的 把这冰块感觉都有一两斤重了 不知道咖啡有多少 一袋子冰块 哇 这个是应该是他们机家 机家抹好的咖啡 就这么一装 插个吸管就好了 用个皮筋把口封一下 它会贴心的给你装在袋子里面 不然那个塑料袋子估计这一大袋冰块是提不住的 多少钱 四万 不是 我要计算器压一下 给老板一个五万的 看看找我了找我多少钱 一袋是一万老挝币和人民币不到四元 喝了一下 就是味道有点太甜了 这个美女呢是帮忙办电话卡 他们这边的电话卡是需要充值的 今天是我们来到老挝的第二天 在朗布拉邦 成功跟玛丽还有阿胖 会师了 哎 这个玛丽 谢谢你们来接我们 所以说现在要去他们家了 韩子先生欢迎 韩子鲜 欢迎鼓掌 还认得安一步 韩子鲜 这边好不好玩 这边好不好玩 在拉布拉邦住了一晚 今天我们成功跟玛丽阿胖会合了 他们来接我们了 上去酒店把东西收拾 准备去他们家了 在老挝这边呢 不管是去别人家里还是 呃去这个楼上 都要收拾要去 都是需要拖鞋的 我们过来啊 也要通通这边的传统啊 对 这是我们昨天晚上在 朗布拉邦住的酒店 晚上呢是 110人民币啊 哦对 那我们就走了 老板 拜拜 有时间再见啊 看他也是自己给他做饭 中午炖的肉 看着也好香啊 跟着阿胖 现在去他丈母娘家了 朗布拉邦呢 应该就是老挝的第二大城市 昨天过来转了一天 这城市的面积也蛮大的 人口也感觉挺多的 很多 不美的旅客 但这边的房屋结构呢 基本上就是说 最多可能就是有三层吧 也没有高楼大厢 这就是东南亚的一种建筑风格 这是丰田的4s店 老挝赶是吐吐车 哇 玛丽柠檬家芒果有这么大吗 我们家没有这么大 这个这个熟了吗 这是生的 你吗 硬帮帮 这要凉拌 不认识的水果 就是不认识 这这像咱们中国那个就啥 叫啥 这个就是琵琶 像琵琶 但是琵琶 阿姨 Spydy Spydy 胖嘟嘟 胖嘟嘟 看这 胖嘟嘟 叔叔 不认识我了 这原来在中国跟我还关系好 看现在来几个月不见不认识我了 阿姨那是阿姨不认识 阿姨你 喜欢老屋还是喜欢咱们陕西 喜欢老屋 哇你觉得这里好不好 好 那是我们陕西娃娃 拉巴到马利哈姆加镇上 留一家牛肉粉 阿胖推荐特别好吃 12元肉量特别大 继续尝一下 米粉 肉很多 正材16的牛肉 大块的牛肉不少 吃满了 我先吃了 刚上第一碗 那你先尝尝 他去河楼里面 河楼里面 好吃 现在我们是到 马利他们家镇上了 然后二胖马利带我们过来 找了个酒店住下 明天再去他们家拜访吧 走走走 来 上 这个酒店也是一个中国老板开的 他们两张的这个 哇 还是很不错的 嗯 这个房间的一天 只要50元 对 50元人民币 这个是 还算 可以了 可以 哇 看窗外的风景 窗外的风景很不错啊 嗯 谢谢 谢谢大家